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是很多外国记者的酒店 通常这个时候出现在外国记者的酒店 这是在那边逃难的 想混在人群之中 可能也假装是利比亚记者 逃走 所以他嘴巴可能是这样说 你看他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看我们香港叫卡达菲 卡达菲 我们叫卡扎菲 卡扎菲 不叫马家辉 马家辉 卡达菲你看以前是多么枭雄啊 对不对 前一阵子那个北约去轰炸他的时候 以为他死定 结果没有 还跑出来阳台跟大家演讲讲话 前些天呢 就是一天之内三次演讲 不过有声音没见人 估计这个人呢 应该是还在迪里波里 当然我也听到传奇的说法 说他已经通过错终复杂的地下隧道网 已经逃到了海边去了 不过他家里的钱好像数万亿转走了 就上周转走了 就转到一些国家去了 这个是他们说他是大概知道自己不行了 这是今天最火的新闻 而且嘉辉刚才讲到的 就说这个酒店跟我们凤凰有关 不光跟凤凰有关 跟什么这个全世界的 好像很多媒体都有关 他就是说他儿子 在那个记者的住的那个酒店 我们凤凰今天也发了几点什么声明 我们蒋小松啊 还有这个几个记者 我们这一个摄影队 也在这些记者当中 说现在那个楼啊就被封了 被谁封了 说是利比亚的这个政府方面的 政府方面的 然后呢 我们失去联系 因为前可能 可能前一点时间呢 蒋小松他们还打电话 跟我们讲这个情况 停水停电 但是刚才宋欣 跟他们连个线呢 已经连不上了 他后来说是怎么回事呢 我说是是是这个 他们说是不是冲不上电 说停水停电 手机冲不上电 有没有这个可能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刚才说我们这几个记者 被困在迪里波里 那个酒店里头 现在也联系不上 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况 有一个人了解 咱们这个 这一趴改个四人行 咱们在北京的记者 秦峰 秦峰为什么了解呢 他上个星期五 刚从利比亚采访 回来 回到北京 就在那个酒店 住了35天 这一个多月了 那是生活非常丰富了 跟我们讲讲 秦峰啊 听见吗 跟我们讲讲 那个酒店的情况 好 那个酒店叫Rixos 是在迪里波里的市中心 偏西南部 占地非常大 除了住宿的客房之外 还有很大的厚花园 而且还有一片小树林 是把住宿区和会议区隔开 就有一天晚上 我在没有监控者的情况下 也就是监控者疏忽的情况下 我就溜了出去 沿着酒店的外围 走了大半圈 这走大半圈 足足走了35分钟 我才再走回来 没有大于酒店呢 这酒店很大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酒店 它特别有特点 就是外人 所有的出租车司机 都知道这个酒店 所有的普通的迪里波里老百姓 都知道这个酒店 因为从外面看 它最大特点 就是全部用白色的大梨子 是用铁做的梨子围起来的 然后这酒店隔街的对面 是卡扎菲的国宾馆 也就是说卡扎菲的钓鱼台 就在我们酒店的对面 是用那个白色的花钢盐围起来的 那这个酒店是什么性质的企业 是这样 这个酒店公开的说法 说是土耳其人开的 但是我一进这个酒店 我一看它挂的全是卡扎菲 他的儿子等等 这些人的照片 就知道这酒店很有可能是政府控股的 所以这酒店是只有我们呢 你说有监控 在那个酒店有监控 不能随便进出是吗 对对 那谁来监控呢 监控是为了方便集中来管理吗 对 我们就是我刚到的第二天早上 因为我就是起的比较早嘛 我就出去酒店了一圈 然后回来以后 看见当地的所谓的利比亚政府的外媒局的人 非常紧张 就说你绝对不能单独出去 所以呢 所谓的监控就是 记者必须要集体进 集体出 你不能单独出去 因为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有政府军把守 所以就说明这个酒店和政府的关系 非常深 那么先从酒店的这个安保级别来看 它跟比钓鱼台的戒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每辆车进入的车辆都要进行炸弹扫描 而且呢 每次我们如果想单独出去取一个外卖 都要在门口等着这些士兵向酒店打回电话来确认身份 我们才能卖出这个酒店的最外头的一个大门口 而且呢 从那个站岗的士兵 我就觉得吧 在酒店后花园有一大片草地的四周 最主要的是 就是它会有士兵站岗 大家都会奇怪 一个空空的大草地 为什么会有士兵站岗 另外呢 从这个酒店内出入的人员的身份看 都是卡扎菲最亲的那个小集团的人士 因为自从二月份发生政变以来 很多部长都叛逃了嘛 所以卡扎菲现在最信的人 其实是从他的家乡 比如我知道的 在我们酒店住的人 就有他的家族的人 包括他的二儿子赛伊夫 包括政府的发言人穆萨伊普拉辛 你知道穆萨伊普拉辛最后的那个姓氏是卡扎菲 有人说他可能是卡扎菲某个远房亲戚大侄子 这都有可能 还有他们的亲属 除此之外 他部落成员 也就是那些公开身份 是我们的协助记者的工作人员和翻译 其实我问过他们 他们从哪来 他们的老家都是苏尔特 也就是卡扎菲的老家 还有卡扎菲国家电视台 国家广播电台的这个高层 全住在我们的酒店 徐老师有问题 秦峰啊 现在全世界都在观见卡扎菲此刻在哪里 你觉得他会不会就在这个酒店里 现在是这样 我们都认为卡扎菲就住在我们酒店 这个呢 我可以从一个小事上来稍微的证明一下 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吗 所以先稍微证明一下 就是有一次吧 我实在是发完片子了 闲来无事 我打算下楼走一走 因为国家电视台在楼下有一个演播室 还有那个直播车在我们的那个酒店的后面 所以我就想看看他这演播室什么样 我刚刚走到地下一层那个台阶 刚下这个台阶还没迈开步 就被那些平日里看着特别和原夜色的翻译给我制止了 而且特别态度强硬的说让我立刻马上上楼 觉得马上上去 当天晚上还有一个更高级的一个主管 专门到我房间来质问我为什么要下楼 我说你这楼就没有拦着顶接线 你有没有写着禁止入内 什么牌子都没有 这是一开放的一个地下室 我怎么就不能去 而且这地下室还有一个乒乓球的案子 然后他就 而且可是这个人根本就几乎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还特别强硬的问我是不是什么 北约美国中情局派来的情报人员 我当时觉得他反应过激了 而且我就随便调侃一句 我说你紧张什么呀 我只不过是下楼溜达一圈 难道卡丹菲住楼下吗 然后他当时就立刻闭嘴 然后突然大笑他说对对对 塔扎菲和赛伊夫都住这里了 我觉得他这反应就完全是一过度反应 所以这说明很有可能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阳台上 我发现就是有着给那个北约战机的那种信号 就是很大的用一种就是有特色 就可以夜市可以看见的一种涂料图的大翻角 指向了一个那个东南方向 意思也就是说北约你战机最好不要扎这个楼 因为记者都在这里头 所以卡扎菲有可能就住在这个酒店 因为我们是他的人顿嘛 他最爱的人 这当然是就是你根据这个蛛丝马迹啊 做的一些推测了 但是就不说卡扎菲吧 至少看来他的亲信呢 这个重要人物都住在 有一定的重要性 他要重夺这个地方 对啊 跟记者同居在这个酒店里 而且那不是挺危险的吗 而且他并不是为了要这些记者 他在某种程度上 要这些记者来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至少可以防止你不能有空口 等于是用记者来作为人顿嘛 所以听秦峰这么说啊 我们这个感到还是挺担心 是吧 我本来还以为没这么 不是一般的酒店 这还是 但是秦峰啊 就是你在那待了这个35天啊 我觉得对这个迪里波里的这个形势啊 我们这真是传到耳朵里的消息啊 左右耳朵都是不一样的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局势 比如说你在那观察到的 卡扎菲是众叛亲离了呢 还是说是有点这个众志诚诚的意思呢 是你知道在迪里波里那会儿 正好我在的是摘月的前后这一个月 也就是当时其实大家 包括北约反政府和利比亚政府 都希望能有个了结 所以那个时候 北约的空袭是比较密集的 我们那会儿就是开玩笑说 听飞机的引擎声和轰炸的梦想 就跟生活在迪里波里的背景音乐似的 那么呢那个我们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比蒋小峰还要自由一些 就是当时我们每天都可以出去采访 那我们在城中接触那些老百姓的时候呢 当然了这利比亚政府肯定会带你去的 是一些比较支持卡扎菲的这个区域 那我们也去了一些反卡扎菲的区域 但是总体来感觉呢 是民众说话都比较谨慎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将来谁会上台 所以呢他们一般不说我支持卡扎菲 他们一般都说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了利比亚 而要求北约停止轰炸的 我们不想毁了我们的国家 他不会说卡扎菲 当然在反卡的那边呢 当然大家会说我们为了利比亚的自由 我们要让卡扎菲滚蛋之类这样的极端的话 那这个迪利波里的这个市容啊 有没有被毁了的这种印象呢 还是说基本正常 对卡扎菲在市里 也就在我们的酒店的一公里不到的地方 就是他在市里的那个阿基西亚经营 我有一次是死缠烂打 让那个监控者带我去 我们就去了 那个军营确实它那个中心建筑 已经完全的是炸毁了 但是呢还有老百姓在那 自觉的在住在那个兵营里 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兵营里 他们就说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保护领袖 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们北约继续炸这个兵营 除此之外呢我还看见就是卡扎菲最精锐部队 三十二旅的那个营房 确实是被北约已经给轰炸成 就是体无完肤了 很大一片兵营就是完全是摧毁了 嗯好 秦峰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利比亚的情况 谢谢 忘记问秦峰那酒店 到底几星期 上回去去看看 非常传奇 不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卡扎菲完蛋是迟早的事情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怎么处理它 从最近的几个阿拉伯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情况来看 凡是变天以后啊 报复性的这个惩罚很厉害 穆巴拉克年纪这么大了 都被拉上去审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 我就觉得可能只有查维斯能能明白 他们俩惺惺相惜 感觉你看 我为什么刚才讲啊 就说这个卡扎菲和查维斯 查维斯现在也是抗癌英雄嘛 按说你都重病了 对吧 但是到古巴 你看古巴接纳他去做抗癌治疗 然后查维斯现在怎么治国呢 人家多先进呢 微博治国 他是180万的微博粉丝 查维斯天天写微博 关心这个国事 他们的行为很有意思 但是呢 这个查维斯在微博里说的话 用的这个语气和口吻 都是父亲的口吻 就是我是爹 对儿子们 用的都是父亲 我发现这个非常有意思 是不是他们的一种文化 你记得吗 前一阵传的 也不是传是真事 就这个卡扎菲 给这个奥巴马写的那封信 也是称奥巴马为儿子 你知道吗 我觉得照卡扎菲的这个文化 他以为是贪亲戚 就肯定很亲切 但是呢 这要是以北京人听了 我会给气死 你看他给奥巴马写的信嘛 美联系华盛顿四月六日店嘛 以下是他给奥巴马写的信 我们的儿子 美国总统奥巴马阁下 然后你反对我们的言行 在道义上对我们的伤害 超过实际伤害 尽管如此 你永远还是我们的儿子 谁说阿Q证券是写国民信啊 这不就是儿子打老子吗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是我们的儿子 这个感觉 你看 我甚至把全名都给他拼上去 我们亲爱的儿子 贝拉克 侯赛因 奥巴马阁下 你必须以美国的名义 出手干预 这样北约最终能从 利比亚事务中脱身 亲爱的儿子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非常有意思的是 你看这几个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卡扎菲 然后那边是什么来着 查维斯 查维斯不是到古巴吗 古巴是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现在也写微博 卡斯特罗每天用语录的形式 写 发表 他写呢 他都已经退了嘛 但是他用这种方式 他写的东西 每天写的这个微博 有个总题目 叫菲德尔的思考 就菲德尔每天在四个 当然都是国家民族 他就一生 然后每天就这么写 你说这些人都称微博控 跟马家会似的 我倒是想到 现在这个年头 做情报工作安全得多了 他坐在office里面 要看不同的独裁者 写的微博 微博里面透露的那种讯息 不用再跑出去 到处找情报 可是问题说 这些人写微博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都了解 感受到微博的魅力 问题是有人看呢 除了情报人员 除了受他的支持者 有没有 我好奇有没有 反对他的人 要去看他的微博 所以我是比较悲哀 我觉得眼看现在这个世界 这样变化 阿里比亚是最新的事情 但我看不出文化文明是在进步 我只看到他在重复 我为什么这样讲 十月革命结束以后 尼古拉二世最后那个沙皇 跟他的七个孩子 就被送到西伯利亚去 西伯利亚最后就把他们 其实没有命令 没有命令 只是他们就把他们打死 打死以后 然后又把一个地方 要烧掉他们的尸体 现在俄国就很多传说 就是他们当时 怎么倒了汽油 弄了什么东西 怎么弄都烧不掉 所以最后他们的遗体 你知道九几年的时候 又重新挖出来 现在他们的遗体 葬在彼得堡的 跟所有历代沙皇 在的那个教堂 叫彼得保罗教堂 这个是俄国民族精神的 所有历代沙皇 都在里面 尼古拉二世家庭人 这一家人太可怜了 当时就灭门 全家连小孩子都杀了 现在你知道 当人家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非常奇怪 他们就觉得就烧不掉 就灭不掉 就始终还会回来 但是当时革命 肯定需要这样去杀黄 虽然历史上 尼古拉二世是一个 比较仁慈 比较不那么残暴的一个杀黄 但是的确革命 是要这样来处置的 没有 子东我说的 但是隔了很长的时间 从人类发展来看 就我今天在想像 像卡扎费这样的人 就是说我就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到现在 这种严厉的惩罚 包括像木巴拉克 其实审判而已 子东比方说木巴拉克 他是因为老 你说他是老了病了 或说他的策略 庄可怜 希望获取同情 躺在那边 我们把他送到法院里面 来审判 包括把他的儿子 也送到法庭 用法律来审判 现在不是说把木巴拉克拉出来 把汽油倒在他身上点火 没有这样做 只是那个叫做转型正义 转型旗的正义 要讨回 甚至有些地方 整个街道会改名 像伊拉克以前 几乎每一条街都跟侯赛恩 萨战姆 对 萨战姆 他们有关系 要改名 用法律来解决 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最起码的 假如你过了法律 那个程序 过了法律这一关 你说灭门也好 什么年代朱九竹 那个当然是不对 总有一天就像你说的 时间拉长了 这会回来 重新用人道的方法来对付 我觉得法律是最起码的 反正我就希望甭管 怎么知道 把我们这个记者给生命保存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拿我们记者 我们记者多可怜 客观报道嘛 我们也没倾向谁 等风平浪静以后 我们再到那个酒店来参观一下 看看那个当时的情况